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妹妹去参加新人的帐篇 结果在帐篇上 妹妹看见一个远方亲戚 非常帅 于是变一见倾心 回到家后 并把警戒给杀了 我是一个白领街警 昨天听说我朋友在别墅里自杀了 我伤心的到了现场 发现警察正在取证 我便四处看看 此时看到了我朋友的日记本 哼 他生前就在写日记呢 我边伤心的想着 边翻开了日记本 上面写着 5月25 晴 屋子里泛着古怪味道 那中午就好好打手下来 不过有时味道会很大 到这里笔记本就被撕坏了 有一句话我看不清楚 这样就有两块多了 一会 我要去跑步了 刹那之间 我想到了什么 全身直爆冷汗 快速的离开现场 我总是喜欢在夜晚的时候 拿着望远镜 晚看四周 已经晚上十点了 我在顶楼向路边的一个妹妹望去 她上身穿着白色的T恤 胸前是一个可爱的卡通图像 底下穿的是短裙 加一个高跟鞋 哇 这个美女人身材还真棒 于是我将四角往上移 黑黑浓密的头发 扎着马尾的垫子 唉 真可惜没人看到正面 不过我想她一定是一位美女 我们学校是四人一间宿舍 到了晚上 整个宿舍楼都会集体关灯 一片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到 我在床上翻了一个身 根本睡不着 嘿 都没睡吧 这时不知道是谁的声音响起 还没啊 我和其他三个小伙伴 一口同声的回答 那太好了 大家都还没睡着 我们来讲鬼故事接融吧 这个时候小李突然大喊 大安静 检察员来了 于是我终于被盖子头 但我发现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月战结束之后 返回国家的前夜 一个青年士兵打电话回来 爸 妈 我明天就能回来了 我想带个无依无靠的战友回去 能够让他们跟我们一起住在家里吗 听到儿子能够回来的消息非常高兴 当然没问题啊 双亲喜极而弃的回答 但是有件事情我得先讲 他在作战中误采了地雷 失去了一只手还一只腿 即使如此 我还是能带他回家 我连语气略微低落地说到 如果只是今天的话还没有关系 毕竟你知道 照顾残障者辛苦的 在家里的那段期间 我们一起陪你去找那位朋友的住所吧 你和你朋友都有各自的人生 我们要牺牲自己照顾那位朋友一辈子 其实是不可能的 听完之后 儿子不发愈地挂上电话 隔天长官打来一桶电话 退役士兵的母亲被告知 儿子从屋顶上跳楼坠死的消息 双亲看着儿子的尸体崩溃的大哭 最近开始一个人生活了呢 为了减少寂寞 我养了一只鹦鹦 鹦鹦渐渐地从学偶说话开始 断断的可以和我打招呼了呢 真是开心啊 像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她会说 早上好 晚上回家的时候 她会说欢迎回家呢 她真是个好孩子啊 两个女生拿着数码相机 去了灵异常数 以下是她们探索到一般的对话 唉 什么都没拍到呢 是啊 该不会是没有鬼吧 我想回家了 要来我家玩吗 可以啊 走啊 诶 真的可以吗 可以的哦 诶 那我们走吧 我现在在一个冰冷的棺材地 刚才爸爸和妈妈都离开了这个棺材 这个棺材四边都有玻璃 能看到光 所以我也不害怕就是了 只是 你感觉越来越渴 越来越渴 好想要喝水哦 爸爸妈妈 快点回来吧